今天要來抽血 桌上擺滿抽血採檢罐 去年3月從西班牙返台 確診新冠肺炎的Rita 康復一年多 最近參加疾管署的免疫反應研究計畫 呼籲康復者參加裁檢 Rita透露自己是第一株回台灣的歐洲版病毒 而這項調查主要目的是 研究確診者康復後身體的抗體變化 利用康復者的血清抗體和病毒 來做中和試驗 要是結合越強 顏色會越深 也代表抗體越高 而我們也獨家進入陽明交通大學實驗室 檢驗流程得經過重重關卡 預計要找200多名康復者 目前已有約100位洽坦州 做中和試驗以後才知道說 他這個體內的抗體 這個個人 他確實是能夠中和掉他病毒的感染 院長也說明 其實抗體高不代表就不會再得新冠肺炎 指揮中心則表示 目前發現確診後一年 不少人都還存有抗體 超過半年以後的感染都可以再接種疫苗 那有發現是說 你如果感染之後再接種疫苗的話 他的抗體的保護力會更加 這項計劃預計到今年11月底為止 統計出抗體平均值 進一步和疫苗抗體來做比較 幫助國內疫情研究發展 TVS新聞正常終於先 台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